各位觀眾朋友歡迎收看獎疊密碼 來看今天台北股市在疫情擔憂之下 中場下跌156點收在17520點 省價量是2347億 那今天盤是怎麼做解析呢 現場為您邀請到兩位專家 首先歡迎到大宇國際頭褲 張宇明分析師張老師好 鼎卷好 同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歡迎到陳一群分析師一群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排名上關 掌握趕快為您新請教張宇明老師 好 今天大跌了156點 盤中跌了300多點 當然是受到上海股市 上海封城的影響 那我們說這個事件不是突然發生的 在這種情形下你會發現 一直都有這種情形發生 因為這個現象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解除 我們跟大家提醒過 歐洲的股市大跌 包含美國 內斯達克都跌到一年低點 包含我們的鄰居 韓國 日本 香港 上海 上海對不對 都跌破一年低點 無論如何你操作要小心 當然很多人不會跟你講這個 講這個就破功了 然後上海股市 韓國股市 日本股市 香港股市都跌到一年低點 你怎麼會叫我們做多 他當然不會講 所以你看我講的內容 你在任何地方可能都聽不到 因為美國都叫你做多 他怎麼會跟你講這個 來 那我們跟大盤目前跌到這裡 這裡是五個月的低點 相對的低點區 那如果這五個月沒有套牢的 有啦 這十天了 大概就是十個交易日以外 那其他都是呈現套牢 電子股更嚴重 為什麼 因為電子股跌更深 大盤在這裡 電子股在這裡 電子股跌得更深 所以我們就目前這個態勢 這個架構 對多頭是非常不利的 今天在這裡 這條線以上全部套牢 天啊 這個都套牢 有啦 這邊小賺 那你覺得這個盤怎麼會好呢 上港的壓力有多沉重 沒辦法想像的沉重 對不對 好 那我們跟大家講過 這是日本股市 這是韓國股市 這是香港股市 這是上海股市 我們跟大家講過 亞洲的股市全部都在一年低點附近 都曾經跌破一年低點 最近的事情而已 那台灣還能夠賭搶嗎 台灣能夠創歷史新高嗎 好像這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當然是不可能 懂意思嗎 所以跟你講你操作上 無論如何要小心隔壁失火了 禮拜訪也沒事 所以跟你講 當日本 韓國 香港 上海 全部在一年低點 你覺得台股應該在哪裡 還在歷史高點嗎 繼續創高嗎 當然這可能性很低 我不能跟你說沒有 所以操作上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 這是我一再跟大家提醒的 所以今天大碟你也不要覺得訝異 讓他們切入股城系統發現 三線轉空的格局 上檔出現四個壓力非常沉重 電子股更危險 因為線更長 一樣三線轉空的格局 上檔出現三個賣出訊號 三線都在空頭格局 那怎麼會好呢 沒錯啊 你要順著趨勢做不是嗎 那現在什麼格局 現在是空頭格局啊 那你怎麼偏偏買一大堆多單 你怎麼手上還是全部都多單 這樣當然叫做逆勢操作 逆勢操作學會將來是繳不完 那如果你報一些單股票最後怎麼樣 會賠的時間賠的錢賠的精神 賠的感情 甚至怎麼樣 把你的未來夢想都賠掉了 那你報這股票 空頭格局的股票 報越多報越久 你會買得粗心 你當時可能看到報紙利多就買 那你怎麼樣報的就會擔心 因為開始下跌會很難過 這樣你賣的時候就很傷心 所以空頭格局的股票 不要再報了好不好 那我們看大盤的格局 這兩年漲1萬點 最近一年漲3500點左右 那我們跟2022年開始不一樣了 第一個月跌了544 第二個月跌22 這個月到目前為止跌132 前兩個月跌了566 那目前是跌了698點 到這邊將近 將近不是600 798點 對啦 698點沒有錯 那我們說這格局最低點 這個月最低點還跌了655 那如果655跌了將近1300點 所以我們說這格局絕對不是 你想的那麼完美 操作上一定要非常小心 目前要三度再度轉空 前兩天還空頭反彈 現在三星又轉空了 接下來可能這個月 收業線也會縮得很難看 那我們說18619 就這一次的台股的最高點 18619 18619可能是今年的最高點 甚至是未來三年五年 甚至十年的最高點 如果碰到高點 你還想看能夠跑多遠 就算過高 如果泰斯不強 那也沒有用 這時候你去買高 剛好買到最高點 這裡是台股歷史的最高點 不是現在而已 是歷史的最高點 所以你要非常非常小心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在歷史高點附近 轉空是很可怕的事 一旦轉空那個沙盤的力道 那個獲利了解的賣壓 會非常的沉重 誰願意去買到高點了 高點力量如果不足了 動能不足了 沒有人去追了 將來沙盤力道一定會特別強 所以你要非常非常小心 好 所以張宜選擇什麼 他選擇順著趨勢操作 任何一個功成名就的人 他能夠成就大事業的人 他一定把遠光看得很遠 他不會為了一點銀頭小利 去冒很大很大的風險 風險跟利潤如果不成比例 他是不會做的 所以一個能夠成大事業 一定要遠光看得遠 張宜民如果有一天翻多了 你放心 我賺得比誰都快 那目前沒有這個行情 你也不要急 你急也沒有用 還是要順著大盤的趨勢 來操作比較重要 雪崩的時候 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一旦盤崩下來 什麼股票都一樣 大跌小跌 輪跌起跌都在跌 好不好 如果我反彈 張宜民的看法還是一樣 勸你趕快離開 不要想你損失了多少 要想你還能夠保存多少 實力 這樣能夠反敗為勝 這個比較重要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看一些重要的新聞 來 後櫃三雄 狂賺5000億以上 這是3月16號的新聞 好不好 看到這個新聞 你會嚇死人了 天啊 這是 這是百年難得一遇的機會 這個十幾點 竟然可以一年賺近5000多億 多可怕的事情 這個5000多億超過20年的總和 所以我們說是非常了不起的 但是怎麼樣 這個百年一遇的機會 百年難得一遇 這百年一遇的機會 最後呢 最後股價從7月跌到五成 如果你沒有避開 雖然賺很多錢 股價一樣照跌 所以不是獲利很好 股價就不會跌 如果你這樣想 它是完全都錯了 有啊 它就證明給你看 獲利很好 5000多億 對不對 結果呢 結果7年7月開始 7月跌到12月 就跌了超過五成了 所以不是獲利很好 就不會跌 沒有這種事情 股票是買未來 現在很好 未來不好 股價就先崩了 所以不是等過來 未來財報出來才跌的 不要搞錯了 好 那我們說 這時候外資還在暢望海運 可是你想想看 長榮 陽明 尤其長榮跌到哪裡了 當他發力多的時候 股價在哪裡 那還有一些問題 因為長榮當時發力多 發力多什麼 說他要配息 加上減資 配息加減資配24塊 哇 非常了不起 大家趕快進去搶 對不對 搶完之後呢 那我們先看這個配息的問題 那配息會有什麼問題 前兩天報紙登說 鴻海這個配息 5塊多 有勾台銘 你算他的股票 持有股票多少 一算 哇 配了91 結果呢 我給你算 沒有91 他只有63例 陸代而已 其他要繳稅 包含繳二代建法2.1% 包含繳這個 股票的鼓勵所得28% 加起來稍微30.1% 所以他的90.6億 事實上 對不起 只有63億陸代 27億是要繳稅的 懂意思嗎 不是所有的配息都能夠繳稅 所以長榮發布什麼 你看鴻海發布繳稅 發布這個配息 這個股價也是大跌一波 因為它是一個空投格局 好 那我們再回頭過來 高值利益的問題 為什麼要講高值利益的問題 到這邊 今天報紙上你打開 都在講高值利益的問題 高值利益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報紙登那麼大篇 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又要升息又要通膨 這投資人是一個頭兩個大 那你是不是要挑 高值利益的題材來做股票 航海王就是高值利益的題材 那最後結果是怎麼樣 投資人當它發布 它要配息 加上減資的時候 到今天 你知道股價跌多少了嗎 這個都是高值利益 今天報紙都要講這個資利益的題材 好不好 好 那我們看它發布 發布是這一天 當時股價163塊 要達到跌領吧 最高163 今天的最低點是127 這一段 光這一段 1 2 3 4 5 6 7 8 光這8天 跌掉36塊 到今天最低點 它配的息 不夠 這幾天的下跌 那如果你買進去 你配息沒有 你到現在也沒有解逃 因為它高點163 目前到今天低點 跌36塊了 好 那我們看一下 為什麼 空投格局 原來這裡轉空了 發布那一天 剛好是近期的最高點轉空 然後跌下來到現在已經 這一段 最低點 這樣跌下來 跌了36塊了 好 那我們看航運類股也是一樣 類股也是不對 這格局都完全錯了 高檔出現一堆賣出訊號了 我想我都跟大家提醒了 好不好 那我們再回想 這一段發消息的過程 大賺5000億對不對 好 這是3月16號 這個長榮發布的 要減支六成 要配息18塊 所以18加6塊 等於24塊 發布這麼大的利多 3月16 3月16在哪裡 再看一次 在這裡 這個高點 賣出訊號出現這一天 就這一點 懂嗎 就這個點 就這個點 就是3月16號 跌停板這一天 就3月16號 到今天163 到今天127 今天最低點127 這一段跌36了 你看 發布要減支 發布要配息 減支加配息 你看多好的利多 再看一次 好 減支加配息24塊 對不對 哇 你又算直立力 現在股價挺多 直立幾% 就算了半天股價給你 看飯好不好 有沒有 發了很多利多 配息加減支24塊 當時發四個利多 有沒有 長榮減支六成 長榮減支看 總經理說做夢也會笑 但是我相信 投資人應該是不會笑 因為你夢想中 你的股息 你的質疑都被 股價下跌 把它吃掉了 因為跌36塊了 所以你怎麼可能賺到這24塊 好 那我們看發布當天 哇 長榮怎麼跌停板 發布減支加配息24塊 結果當天跌停板 跌停板 看到嗎 36塊 我們說36塊到今天 如果你買進去了 你想要配息 你想要去錢 對不起 你錢都倒賠了 因為股價下跌 已經36塊了 他才配24塊 有沒有 當天出現賣出薪號 張榮減有跟你提醒 這一天就36塊 沒錯就36塊 當天張榮減有跟你提醒 這格局不對了 真的嗎 有啊 電視外面在這裡 36塊 有沒有跟你講 這已經很危險 你看當時的文字 都已經在零左附近了 岌岌可危 這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險 有啊 真的有跟你講 時間 較2點11分24秒 你看到今天跌多少了 沒有錯嘛 所以你買錯股票 你用錯的方式做股票 哇 直立力很高就可以買 我跟你講 賠了脫褲子了 很簡單 好不好 這個道理不能搞錯 所以我們長榮 到今天的低點 127 當天的高點163 這段跌36塊 那為什麼剛講 這空頭格局 這空頭格局 你追是沒有用 你會受傷了 好 雅免也是一樣 出現賣出訊號第二天 這也三線跌破轉空了 富八美 賺18塊 去年賺18塊 你看多漂亮 那結果呢 結果股價跌六成 看到嗎 賺18塊跌六成 那請問直立力在哪裡 光股價賠就超過1000塊了 一張清理股價就賠100萬了 那賠100塊了 100塊就是你賠了 1000塊 1000塊就是你賠了100萬了 那你想想看 光這個股價跌1000塊了 那你告訴我 你怎麼配有什麼用 就算全部配給你好了 18塊全部配給你好了 有用嗎 股價就跌1000了 你想想看多可怕 好不好 好 所以你想想看 富八美去年大賺18塊 結果股價跌62% 從2190跌到低點837 跌超過1200塊 那你告訴我 來 直立力多少 你告訴我 對不起 你股價賠了 先算回來再說 你股價1000多塊 你賠掉 你要算什麼直立力 配給你也不可能1000多塊 不是嗎 所以想想看 什麼是直立力 根本就鬼扯 你股價跌下去 就沒有直立力了 懂意思嗎 為什麼 因為它空投格局 那如果你看不懂 投投票 你想要什麼直立力 你光這一段 你就賠1000多了 在美女有沒有跟你講 富八萬轉空了 我們講很久了 對不對 好 避險 記得所有避險都要成本 老師這個空單我可以避險 你想要加儲息 這個我可以避險 對不起 所有避險都要成本了 成本可能就超過你所有的幾%了 好不好 所以很多直立力的問題 時間不夠 你自己拍照下來 我不講 這個講很多次了 我想我的觀眾 我的粉絲應該都知道 我就不講了 你把它拍下來 慢慢看 慢慢研究 你就知道直立力是不可行的 你想要賺這個6% 我跟你講 比登天還難 因為你根本沒辦法 好不好 直立力的問題是不存在的 雖然今天報紙還是登很多篇 在講直立力 張愛明還是告訴你 直立力的問題是不存在的 不要被騙了 沒有這種事情 這前幾天的新聞 美國債券的利息 2.2% 創三年新高 平常不大2.2% 三年新高是2.2% 我們台灣有6%的直立 有8%的直立 你整個笑 那有可憐 那如果這樣 為什麼銀行要把錢 拿去美國買債券 你買債券頂多2%而已 那你為什麼不留在台灣 買8%的6%的直立 你幹嘛去美國買債券 有嗎 有啊 你看這裡有寫 市場動彈 金融鋪險30兆 債券部位 金融業 只有債券部位 打25.9兆 你自己看 25.9兆 你想想看25.9兆 到底有多少 那如果台灣有6% 有8%的股票 直立力有6% 你幹嘛買2% 還跑到美國去買 跑到美國去買 沒有這種事 騙人的 沒有什麼直立力 鬼扯 好不好 如果有銀行不會這麼做 他有那麼笨嗎 花25.6兆跑去外國買2%的 結果6% 8% 台灣這麼近 他不要 不可能 所以債券 也曾經懸賞過 如果這個可以撞8%直立力的方法 你來告訴我 我懸賞1000萬 到現在沒有一個人來領 那表示這個方法是不存在的 如果有找就來領走 還買什麼股票 你就直接來撞樓的錢比較快了 沒有這種事情 不要鬧了好不好 好 你在股市裡面 每一個錯誤都是要繳學費的 一定要修正心態 減少錯誤 跟贏家學習 才能夠邁向成功之路 學費不斷的交 對你來講是很不公平的 小小鼠A 2500 6999 小小鼠A也要 2500 6999 這是我LINE的ID碼 你可以加入 搜尋加入 加入完有任何問題就發上來 你想要了解股票 你想要了解股神系統都可以 問問題是不用錢的 除了你跟著我們操作 不用客氣 發上來記得留電話 有留電話 張宇明電話回覆 把相交的聽見 好 那麼更多操作的見光 後來繼續再請張宇明老師 幫大家做解析 東盛粉絲耐手機掃描QR Code 掃描免費加入我們的Lighter 說你是東盛的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 有任何持股的問題 就一併留下來 張宇明會盡速 會答你 記得來掃描QR Code 用LINE加好朋友 掃描就可以 掃描免費加入 這是免費的 除了你要跟著我們動作 加入Lighter是免費 說你是東盛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就可以 有任何問題留下來 張宇明會盡速回答你 歡迎回到獎點密碼 進步個股解析 再把時間交給張宇明老師 好的 我們來看看這個新聞 這是亞太電信的股東登的 他們不爽 亞太電信要賣給遠傳 來看一下 好 亞太電 這個董事會 賤賣亞太 放什麼小股東 不爽了 今天報紙登出來的 那為什麼有這個訊息 因為亞太電 最近股價很慘 這個郭台銘不晚 要把它賣給遠傳 好 我們看一下 近期高點從11.7 跌到6.4 跌到45% 所以你看小股東近期快賠五成 股價幾乎快要腰斬了 當然期末期很不爽 他們當時買亞太電 我想很簡單 就是看好郭台銘的經營能力 但畢竟人的體力是有限的 又要搞電動車 又要搞紅海 又要搞亞太電信 所以真的可能 這個沒那麼多的經歷 最後他放棄了 把它賣掉了 當然股價大跌之後 小股東就抗議了 那我們來看這個現行 到底什麼格局 哎呦 我現在早就出現賣出去鬧了 那你報這一段 很簡單 你當然要賠很多錢 那如果你看得懂 你高檔趕快賣掉 不要存有太多的夢想 懂意思嗎 你存了很多夢想 都是你自己想的 那事實上結果不是這樣 那對不起你就要繳很多很多的學費 那一次繳五成 你兩次就畢業了 你在股市裡面 搞兩檔股票 你就畢業再見了 所以不能開玩笑 好不好 好 我們看第二個新聞 強茂 這個訂單旺 旺到第二季 我們看一下強茂 怎麼好像都漲不動 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 都這邊 你可能搞不清楚為什麼 鄭外銘解讀很簡單 因為賣出訊號太多了 壓力太沉重了 所以這種股票我不會買 那你不小心買到了 好啦 就算沒賠什麼錢 你在年俗版上 你套五個月 這五個月你一定很難過 股價根本漲不動 不是嗎 為什麼 壓力太沉重了吧 好不好 你看看新聞 雙紅一樣 獲利走升 我們看雙紅的線型 上去下來 如果做這一段就很爽 如果做這一段 可能就不爽 對不對 那你怎麼樣能夠做這一段 這一段不要做 看懂嗎 看不懂 原來這段叫多頭格局 這一段 對不起 賣出訊號出現轉空了 這種股票你就不能碰了 三線跌破轉空 你就不要碰 這邊雖然出現賣出訊號 可是沒有死 又再翻多 又買進訊號出現 兩天而已 又往上再拉一波 這最後一波 最後出現賣出訊號 三線跌破了 要趕快跑 那不跑就要繳學費了 好 自由 一樣獲利創新高 來看一下自由 哎呦天啊 跌43%了 雍智 那你看這樣 你買進去 頭就沒有 那你就哭了 對啊 他發一大堆利多 你也是難過 跟你說 獲利要創新高 結果雍智科 怎麼樣 股價是跌了 43%了 所以這種線型 你要看得懂 你要找就看得懂 你不能等在這裡 再來後悔 哎呦 原來如此 線型不對了 難怪他這樣一直跌 你需要等到 四個月後再來後悔 不需要 金星科也是一樣 公信財 獲利要充足 雄心高 看看金星科 哎呦 跌43%了 所以想想看 你這樣兩檔 雍智科 金星科 兩檔股票 你就從股市畢業了 他們是不是好公司 都是好公司 都好公司 可是股價就跌了快五成 你就哭了嘛 好公司也沒用 懂意思嗎 為什麼這樣跌 你要不要避開 當然要避開 你不能在這裡再來後悔 哎呦 高檔出現賣出訓套 你就不能再玩了 你再玩就受傷了 好不好 台積電 來 格級對不對 當然不對 賣出訓套一大堆 張愛民早就跟你說 台積電不能再玩了 好 連電也是一樣 跌31%了 包含世界現金都一樣 跌30幾%了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跌 哎呦 原來這個早就不對了 你買他你怎麼會賺錢 包含世界現金都一樣 早就不對了 不是今天才跟你講不對 趙愛民早就跟你說不對了 沒錯吧 好 林馬克愛設計龍頭 對不對 當然不對 三線轉空了 林勇 對不對 當然不對 股價跌到 五個月底點 當然也不對 高檔出現賣出訓套 三線轉空了 瑞宜也是一樣 這一波下來是傷得很重 你看到嗎 這都空頭格局 賣出訓套出現了 創意也是一樣 三個賣出訓套 格局不對 大跌一波了 好 艾普也是一樣 這跌快五成了 那如果你沒有避開 你看傷得多重 趙愛民你不是喜歡做艾普嗎 可是我這段不會做 為什麼這段不會做 你就五十趴就不見了 為什麼 你看到為什麼 我早就跟你講 這段不能做了 不然到今天 都還沒有翻多 沒錯 今天還沒有翻多 所以這種股票 我只會看 我不會繼續做 好不好 好 景碩 ABF的股票有三檔 景碩 對不對 不對 這已經轉空很久了 所以你去買進去 你可能就要套了 而且套很久 好 南電也是一樣 這股價完全不對 高檔出現賣出訓套 跟你講多久了 稍微比較強的是新興 可是當景碩 南電都下跌 新興能夠漲到那裡 就很有限了 它還是空頭格局的 好 這個普瑞 高檔出現一大堆賣出訓套 一樣 跟剛剛講的強茂一樣 一大堆賣出訓套怎麼會漲 伊利店也是一樣 高檔出現好幾個賣出訓套 三線轉空了 好 這個宏達店已經跌四次幾趴了 對不對 當然不對 你買進去就要受重傷了 懂意思嗎 好巨大也是不對的 腳踏車走不動了看到嗎 出現賣出訓套到現在走不動了 美麗達也是一樣 腳踏車完全走不動了 都是沒有 這些股票如果你有 一檔最少都三成到四成 那三成到四成你能玩幾檔 你一年就能玩三檔 玩三檔畢業 那如果碰到四幾趴的玩兩檔 就差不多畢業了 剩下零頭都買 當計程車錢了 所以我們說股票不能做錯 傷得很重 好我們看上櫃 好利用對不對 當然不對 這早就轉空了 沒有 不是沒有跟你講 早就跟你提醒 這已經轉空很久了 好金鴻也是一樣 空投格局 合金也是一樣 空投反彈再跌破 又要來破這個低點 好 合一也是一樣 這是三線空投的格局 文貌也是一樣 跌二幾趴 這完全是空投格局 好 預創也是一樣 空投格局 沒有任何改變 亞信也是一樣 這是空投格局 這個美琪馬 做電動車的股票 這也是一樣 都是空投格局 你看這裡你轉空四個月了 那如果你套在裡面 一套四個月 說這四個月很難熬 你根本沒有賺錢的機會 好 中美金也是一樣 這是空投格局的股票 這樣一波下來 你看傷害很重 如果你高檔把它出場 你根本就不會受這種傷害 你看這種格局 就知道這股票不能買 那你買到這種股票 真的是學會繳不完 一年只要碰到兩檔 甚至碰到三檔 如果你四十趴 幾趴沒有停損 兩檔 那如果三幾趴 三檔就畢業了 一年碰到三檔股票就畢業了 就再見 拜拜 看到嗎 空投格局 好 環球金額是一樣 這完全是空投格局的股票 這股票都不能碰了 好 網家也是一樣 這跌超過五成了 網家跟 跟富邦美都一樣 富邦美跌六成 網家跌五成 你看都是空投格局的股票 當然就跌給你看 那你看不懂 學會就要不斷不斷的交 來 漢訊也是一樣 做顯示卡 顯示卡最近跌價跌很深 跌很兇 你可能發現他早出現賣出訊號 提醒你 告訴你 不要再玩了 好不好 好 你在股市的每一次錯誤都要繳學費 而且繳起來會非常的痛苦 那怎麼辦呢 修正心態 減少錯誤 跟贏家學習 這三條路 你才能夠邁向你的成功 懂意思嗎 所以你錯了 趕快修正心態 把你錯誤改成掉 不要再犯同樣錯了 空投格局也在買 一堆賣出訊號也在買 第三個要跟贏家學習 學習贏家 你才會成為真正的贏家 你才會邁向你的成功之路 小老鼠A 2500 6999 小老鼠要A也要 2500 6999 這是我LINE的ID碼 你可以搜尋 搜尋到以後 加入我的LINE 把你的問題發上來 老師我想要了解股神系統 我想要了解 我的股票 買了多少錢 買了多少張 為什麼一路套 現在股神系統 到底呈現什麼架構 都可以你發上來 贊民會回答你 記得留下電話 有留電話的 我一定會回答你 懂意思嗎 不用客氣 跟著我們操作 才需要費用 如果只是問問題 是不用費用 小老鼠A 2500 6999 就可以 我們把時間交給 聽卷 好 非常感謝來賓的分析 也要提醒觀眾朋友 老本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 至各表家證券 無不當知 財務利益關係 東盛粉絲耐手機 刷描QR Code 刷描免費 加入我們的LINE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 有任何持股的問題 就一併留下來 張愛媛會盡速回答你 記得來刷描QR Code 用LINE加好朋友 刷描就可以 刷描免費加入 這是免費的 除了你要跟著我們動作 加入LINE是免費 所以你是東盛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就可以 有任何問題留下來 張愛媛會盡速回答你